今年55岁的廖女士 自5岁时因为发了一场高烧 而得了小儿麻痹症 从此她的生活就跟别人不一样 长大后 从事的行业也跟别人不一样 我开始的时候看这个赌的时候 希望他们一直来赌 赌了输了我很开心 可是看到他们有些没有钱吃饭 后来接到阿龙这样 他们看到很可怜 赢到那个钱 好像是骗回来这样 赌博鸡在马来西亚也被称为跑马鸡 廖女士从来没想过自己从事赌博行业 但这一做就是十多年 良心备手折腾 直到遇见了儿子的小学校长 也是雪龙慈激教练会志工 让廖女士决定悠转人生 她有在挣扎着 她做这个骗门的生意 其实非常的起烦恼 她就是不能够解脱 就是上人所说的 我们人就是不肯放下 但是我一直劝她要放下 最重要是她的孩子 非常有智慧 也是时常劝她要走回头路 就是不要再做这个片门的生意 在孩子长期的鼓励之下 廖女士终于下定决心结束赌博行业 跟着雪龙慈激志工林校长的步伐 为社会付出 总之是不要解禁这种东西 我要结束 我要做慈激 谁的过去没有过错 谁的未来没有希望 只要有忏悔心 知错必改 每个人的未来都是充满希望 大爱新闻010伟德 郑顺吉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